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持身体健康等巨量营养素与微量营养素及植物营养素每一个都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关键 基础营养素是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 没有这些营养素生命便无法维持下去 不论是小孩大人或者是长辈身体都需要营养素打好基础 当身体能完整摄取这些基础营养素时 就能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以及生活 食物是营养素的主要来源 并没有好与坏的分别 重点是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营养素也是健康的最根本 食物的营养价值是根据食物中所含营养素而定 无论是巨量营养素还是微量营养素以及植物营养素都是人体所需要的 人以及动物在吃尽食物后经过消化再到吸收然后代谢 在这些过程会利用食物中身体所需要营养素 使身体能有足够的营养维持活力以及生命 这是一种全面的生理过程 并非只是单指某一种养分而已 人体所需要的基础营养素大约有五十几种 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功能各不相同 主要可分为三种 一供给人体所需生理以及体力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二提供修补身体组织的材料 三身体物质代谢与调节 当身体得到适当的营养素后 能够减少许多疾病的发生 若摄取不足缺乏必要营养素时 则会出现健康相关性的问题 并容易会引起代谢缓慢 体内主要的代谢器官是肝脏 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送至肝脏进行代谢 并有血液运送至身体各部位以及身体器官 身体对每种营养素都有不同需要 而体内最主要的吸收器官则是小肠 小肠会吸收各种营养素 在绝大多数的食物中不仅只含有一种营养素 而营养素在不同种类的食物中含量也不相同 生鲜食物一般情况下会比加工食品含有更多营养素的成分 因此均衡饮食才是让身体获得最全面营养素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平时要让身体能够摄取较为均衡足够的营养素 建议可使用彩虹饮食法或保健食品等方式摄取 彩虹饮食法最主要摄取的方法就是摄入多彩的蔬果食材 让身体有更加丰富的营养素 彩虹饮食法将食物分类成红、橙、黄、绿、蓝、黑、白 七种颜色每一种不同颜色的食材会被归类到不同颜色之中 而这些分类也代表身体会摄取到不相同的营养素 进而促进身体不同的机能 如果身体缺乏营养素时会引起营养缺乏相关性的疾病 相反的营养素过多也会引起摄取过多相关的疾病 因此每一种营养素需与身体所需营养素的需求量达到平衡 当营养素不足或者过多时都并不恰当 身体的健康等于数字一 然而现金、房子、车子、能力等 全都只是加在一后面的零而已 这意思也就是说少了健康其他的一切 只是空谈 当拥有健康的身体时 所有努力来的其他一切事物 才会是具有意义的事情 千万不要让健康离你而去 在影片最后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与讨论 说出你对于基础营养素的看法与感想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